我愿意 赵天 你跟我说句话行吗 工作吗 我没有骗你 那些都是姜涵一种 齐总 李洋的演唱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都没有做 您真的打算把我拦在这儿 聊您的私人问题吗 这件事非常重要 如果这件事不说清楚的话 演唱会不办得无所谓 谁说无所谓 对你来说无所谓 对我跟李洋来说当然有所谓 周天 他是欺骗你的 不准你轻易原谅他 否则我开除你 叫我 叫我呢 喂 我听到了 不是 周天 周天你听我说 不是这件事你能 请稳注意 演唱会到计时五分钟 还有五分钟就要开场了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工作 对不起 我实在腾不出时间聊您的私事 不是 周天 我怎么就说不清楚了呢 对了 老板 我明明觉得你对妻妻 有点那啥 你干吗老端着呀 什么叫我老端着 我只是怕这是个误会 什么意思 你怎么知道 我不确定她到底喜欢的是我这个人 还是冠军账号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女孩 当初在训练基地的时候 她每天中午都回来给我送午饭 直到后来有一次我失利 拿了第二名 她就再也没出现过 她觉得她的偶像 每次都必须是第一名 否则就失去了魅力 其实粉丝对偶像的情感 根本经不起裴翘 可是基基和别的女孩不一样 基基是个好女孩 但是还不够成熟 所以我更要保持清醒 周天 我刚刚话还没说完呢 齐总 现在是演唱会最关键的时刻 这种时候你非要谈私事 是不是显得很不专业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下面欢迎本场演唱会特别来宾 侠依 接下来呢 我还有几句话 想和你们说 我 你一天不原谅我 我就一天跟着你 你一辈子不原谅我 我就一辈子跟着你 我永远不会放手的 这几个月 我的生活 感觉像坐过山车一样 起起伏伏 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事情 一度 我快要放弃我自己 放开 但好在 我身边的朋友和同事 对我始终不离不弃 谢谢他们 对我的信任与支持 也谢谢他们 对我的不放弃 首先我要感谢的是 陪我度过艰苦时光 还创作出刚才那么美的歌曲的 我的好朋友 也是今天的绝对主角 李扬 李扬 然后 我要感谢的是 我的执行经纪 周天 因为他的努力和坚持 才能够一次次的力挽狂澜 那么周天 你在哪 伸出你的手 让我看到 好 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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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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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放开 你自己不是说了吗 这又不是你的主意 你都没做错事 虽然不是我的主意 但是惹你生气 就是我的错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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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天 我现在 就当着上万观众的面 向你道歉 因为我想跟你在一起 现在就在一起 这一刻就在一起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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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 在爱 贝 你 你 我 来 但是 我们俩在一起的事在零说 这段意想不到的爱情插曲 你们觉得怎么样 现在我去换套衣服 好了 现在全中国的人都知道了 挺好的呀 让全国人民都看到 我的真心实意 周天 我知道 之前隐瞒1003的身份 已经让你很生气了 现在 我又联合将寒义一起逗你玩 周天 行了 你不用解释 其实 我也没那么小心眼 那你 真的不生气了 真的 其实我也没生气 就是想故意下伞 这次演唱会 我已经在网上说了 门票的收入部分 我们会拿来成立一个慈善基金 帮助那些因为生病 需要救助的孩子 而这个念头的产生 是因为我的一个生病的书迷 她叫松松 在我最彷徨的时候 是松松 让我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 大家好 我是松松 松松让我知道 我不仅要享受大家对我的关注和热爱 我也要回馈给大家 邀请我的合唱嘉宾 Gigi 你好 大家好 我是Gigi 那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你答应 做我女朋友了吗 你抱住我的时候 整大雨滂沱 我心里有一颗灰心悄悄降落 她在你眼中停火 看见了我的承诺 最后会照亮整个黑暗银河 终于你走进了我生活 已经我们错过难过 这只能说明你专制独裁 很没品 感谢你对球球的收留和照顾 欢迎你成为球球的二号陈石冠 你竟竟然是好 而是一点点努力 把他们培养出来 推到目前的养成石 我选好三天之后 发你微信上 看看我能不能在一众路人中 找到你 我愿意 你抱着我的时候 冲大雨滂沱 我心里有一颗灰心悄悄降落 她在你眼中停火 看见了我的承诺 最后会照亮整个黑暗银河 因为遇见你我把鞋子都踏破 我这一生都不曾如此深爱过 我为你放出所有魂魄 超级了我 我要变成一颗远方的灰心 永远为你闪烁 已成领 krypt忾 忍 im im mant obb 即使 优优独播 沛